我这腹泻有小两个月了 真的是莫名其妙 13号也没有环境 面还是有点不成型 看着油腻腻的 去医院做了常见 不是胃 也不是肠的毛病 医生说我怎么拉动 问题在干 有的时候腹泻的确是肝病在作祟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我最近这一周就是总跑厕所 一天能去个五六回 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 我这会不会是肝出了问题 肝病引起的腹泻有啥特点吗 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 第一个就是说的吃药 第二个我们用通俗的讲 就叫油水 刚刚我们都是按照关键词来的 在肩膀疼里边 我们给的是活动 在这回莫名其妙的腹泻里边 我们可能跟肝扯上关系的 一个是吃药 一个是油水 在临床上所说的 患者所说的这种腹泻 大多数都是由于一种戏剧 或者是病毒感染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不节饮食了 或者是冰箱的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了 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一些细菌感染 或者病毒感染 那么通过一些抗炎药物 或者是通俗讲的叫止血的药物 那么可以达到治疗腹泻的作用 那么在肝病的时候 那么它引起的腹泻 就不是由于这些细菌 或者是病毒引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用药 就不能够解决腹泻的问题 那么再一个就是所说的油水 所以我们通俗所说的油水 就是一种叫脂肪泻 那么在大便里头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吸水上的便 这就是一种刚才所说的炎症反应造成 那么脂肪泻就是由于在脂肪代谢的不好 是由于肝脏疾病 不能够把脂肪消化掉 那么在便里头反映出来了脂肪的存疾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油水 这就是通常我们讲的 有的时候看它大便里像油油一样 这就是一种肝病的不良的表现 明白了 其实我们对肝病 普通人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也想预防 比如说有认知是什么 症状上的认知 比如说有一些黄胆 眼睛黄 什么黄 然后还有一些蜘蛛痣 这种腹泻会伴随着其他的 类似于像蜘蛛痣 黄胆 这些症状同时出现吗 这种情况不一定 我们所说的肝脏损伤 在初期的时候 可能没有太多的临床表现 可能只有一些轻微的腐泻 或者刚才我们说的 油水这样的大便的改变 可能没出现一些脸黄或者蜘蛛痣 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 如果病情发展的比较重了 或者是一个病情刚发作的时候 是个急性期 就是一个进入重症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出现脸黄 皮肤的黄 再就是可能出现蜘蛛痣 但大多数的患者 一般都是在慢性阶段 或者是在严重期才出现的一些黄胆 或者是自处痣 所以说并不一定每个患者都有这些表现 直播间的朋友就问了 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腹泻 那到底是肝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是肝炎呢 还是肝硬化呀 一般来说呢 出现腹泻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肝脏有这么一个炎痣的改变 到肝硬化阶段呢 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更严重的表现 比如说刚才的死予的减退呀 乏力呀 消瘦啊 恶性吐啊 甚至在严重的时候出现脸黄或者蜘蛛痣的改变 对于这个哑巴肝呢 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 如果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腹泻 而且吃药还不管用 同时呢 这个腹泻呢 还挺有水的 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是不是刚出现问题了